经理人读书会带你读新书 读好书 读经典 丰富你的知识 拓展你的视野 读者朋友好 我是经理人的总编辑齐立文 很开心再次可以跟各位读者 分享最近看到的好书 认识的精彩的人物 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 杨思棒医师 这个棒这个字很特别 一个木字边在一个培养的培 那个土字边拿掉 我其实有查字典 他其实有好几种念法 希望我没有念错 杨医师分别在2020年 还有2024年 出版了两本著作 那2020年是这一本 人生录影 其实书名很特别 我本来也想说是药营 对很特别 那最新的这本书是 要有一个人 那人生录影这本书 到目前为止 如果2020年到现在 应该已经28刷 30刷 这个礼拜的更新 纸本30刷 对我立刻遭到了更正 表示其实出版市场 过去几年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都知道 每一刷的那个数量 一直在递减 但是表示这个书 冲到30刷 其实非常非常的难得 那我相信也 显示了杨医师在阅读界 或者是在相关领域里面 我觉得影响力很大 所以我们今天 我首先先请杨医师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 打个招呼 让我们认识一下他 听众编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杨时邦 对 其实刚才我讲到的 人生录影 还有要有一个人 这两本书 人生录影大概讲了28本 以28本书为主 讲了28个重要的概念 那要有一个人讲了22个人 那杨医师阅读的范围很广 阅读的量也很大 其实都是在讲他学习 跟一些书 或者是书里面的人事物 或者是他日常生活里面 认识的人事物里面 然后带给我们一些学习跟启发 我相信今天杨医师的分享 也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感触 或者是感动 我先讲我个人好了 我们的同事准备了采访大纲 杨医师就回了我一个快要5000字的 你答 那他这个行为并不是只是我们今天采访 他才这样做 我在读书的时候 读这个要有一个人里面 我看到的版本是要参加 张庆林那个主播一个阅读的节目 他针对人家提供给他的采访大概也是回答了七八千字 所以想问一下杨医师对于每一次的哪怕是五分钟的短讲 或是一个一小时的采访都这样准备吗 没有都啦 因为有的反刚也没有给我 想要表现也没机会 那有的反刚是给的很赶 那有的反刚我一看我就对主持人有点失望 我觉得他没有认真读我的书 我也有这种状况 所以我们是很诚实的面对种种的腰房 那你这个问题问得越打中我的内心世界 我就用更高规格回应你 你对我好我对你更好 那你对我普普通通 我就这样吧 对 我首先可能先再带着大家多认识杨医师一点 我在读这两本书的时候 杨医师有的自我介绍里面 我上次采访另外一位作者谢文献 他在自我介绍里面 说他是 现在大家都不写学经历 民国几年出生 然后曾经做过什么 比较不是这样介绍自己 我记得献哥介绍自己 就只有几个字 行动力的先行者 然后我就看到杨医师 介绍自己的第一行 我一直觉得很特别 他就写医师 然后还写了加一科的正号 005 5758 为什么你会想要这样介绍自己 我觉得这也是冥冥之中 就是你可以说这是一种数字控 另外一种就是说不怕你查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反映一个态度 就是说我所说的必是真实的 必是有根据的 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做人的态度 是 我前一阵子办完我的环台的独友会 那我有提到我20几年前参加 台湾日报一个比赛得了第二名 其实我只有放那个颁奖我跟评审的合照 我那个时候找不到 人家寄email通知我的得奖的那个那封信 结果呢我昨天找到了 为什么呢在哈mail里面 我们早就忘记自己有哈mail嘛 那登陆现在有点困难 因为他被那个outlook把他合并 所以我还多付了月费 60块我才看得到我的信 因为他说他的上限免费是5G 现在我的信已经6.5G 不能收不能回 所以就是再把他再度的找出来 每一个事情都是有评有趣的 下次我就把他截图 我的资讯就更完整 所以我连对独有会任何一张投影片 都是有所本 我们不讲吹牛的话 是 其实我在看杨医师的书 第一个是他准备很充分 其实我就会很紧张 我紧张的原因是因为 他是就像刚刚杨医师讲的 你怎么对待我 我怎么对待你 就是说我感受到你的诚意 那我就会用更大的诚意来回报 所以我其实在读杨医师的两本书 人生录影还有要有一个人 我确实都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杨医师透过他的诚意 还有他很充分的准备 然后他其实每一次的相遇 因为他都用精心的设计 所以其实每一次的相遇 都会延伸出更深的缘分 我想这一次要有一个人 里面这22个人 其实就是杨医师 在这个过去 几十年来 其实累积出来的 跟每一个人互动出来 很深刻的交集 然后也带给他人生 很多不同的体会 那我们刚知道 那个杨医师的 那个加一科的证号 我已经会背了 05758很好记 但是我想要先让大家 再更认识杨医师一点 就是您的职业生涯 其实有经过一些变化 中间有经过当过讲师 然后我还看过一个 很特别的经历 是在2013年 其实你为了台湾 是不是应该要有核电 核电是不是作为一个选项 你自费一年半 办了环球的演讲 超过200场 那我只是在想说 我记得你在书里面 有提到 就是你曾经 为了告诉你的妈妈说 到底为什么 我本来是医生 但是我决定成为一个讲师 或者是我的职业 有很多的变化 你用了 就是现在也在推广阅读的 独角设计划的 创办的李慧珍的一本书 成为自由的人 你去跟妈妈说 我为什么这样子规划我的职业 我想说是不是 也请杨医师跟我们讲一下 其实本来就是一位医师 那你的职业有哪一些变动 然后大概是 你怎么去思考这件事情 有几段 有一年半 我是自己赋予自己全职 去做这个 请公民思辨 永和反合 公民如何思辨 做抉择 有一场我印象很深刻 那个是在新北市 当时的新北市议员李昆成 邀请我去 那李昆成很客气啦 因为其实我时速都不喜欢 打扰主办单位 我觉得这是公共议题啦 所以我花我自己的钱也是 合情合理的 那李昆成他很细腻 他就先帮我订了饭店 找我一步啦 那我看大概就两千多块 如果太贵 我真的会退钱给他 然后那个饭店 我最称赞他的事 他隔天早上有附报纸 为什么附个报纸 我要称赞他 因为我演讲的时候 当时有记者去采访 那个记者叫做郭颜慧 颜色的颜智慧的慧 然后隔天我就看到 我出现在地方版 结果我要搭高铁的时候 远远我就看到核摄 我就把报纸折来折去 折出我自己 然后就送给核摄 在地上我医院的名片 那是我在医院服务 然后结果回去一个礼拜内 就接到核摄写一本书 在他的书签名寄给我 因为我连续读了他四篇 在杂志上的专栏 他跟我探讨同一个议题 所以也有这个缘分 就是你越努力 好运就降瘾在你身上 谁知道你那个时候会碰到核摄 你如果前一晚没有演讲 你碰到他也没有意义 如果没有那个报导的话 你也没有东西给核摄 是 所以你那个时候就是说 其实你举办这些系列的演讲 然后那个时候 其实同时也在当医生吗 那个时候因为算是在 医院的最后一年 所以相对我的loading是比较小的 因为科别属性的关系 是 就是说我门诊有看完其他时间 算是我自己的 那为什么会又从当医生 然后中间有一段时间变成 就是专业的讲师 因为刚好有两间类似说管顾公司性质的公司 请我去教presentation workshop这样子的工作 那个配跟当嘉医科医师比的话算是还不错 可是我们一般会觉得医生好像会不会配更高一点 这个因为他是 这个其实压力很大 要升这也不容易 因为他是六日两天 那是等于是药厂出钱 然后就是医生来上课 那我们是去上课当老师 那他来通常就20个医生 过去比较少讲师敢要求这些医生 那我是算比较敢要求的 我就说我们后来隔天一半的课程 你们每一位都要上台去present 大家一起打分数 所以第一堂课就有人就不敢再来上 有些人他是要来放假的 来交朋友的 那我就不要这样 因为我是玩真的嘛 你来放假是你家的事 我不要被你坏了我的名声 那我就很认真的教了一年半 那再之后是因为 我老爸身体有很大的状况 他诊所必须要让我去接 那我遇到一个困难就是 可是这一边的课约还有半年已经排满了 那我又接诊所又教这个 我一定会抓起来 所以我就去说服我一个朋友叫林长阳 他本来是物理治疗师 我算一算我就跟他说 我保证你整个转职 你的薪水会两倍 没有两倍你找我 我把你补到够这样 把那个额度补齐 对 那后来是当然也要保护长阳的隐私 就远远超过两倍 所以他也很感谢我 万一我把他推到一个死坑 又累又没钱他一定怨我一辈子啊 万一他过来是得到很好的专长的发挥 合理的配 然后他这样当然会一直感谢我嘛 我们到现在我今年还有收到新年贺卡 表示我们当初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我也保住自己的体力 专心做一件事就好 然后他也转职成功 他现在很抢手 很多上市公司企业都 请他去教Presentation Workshop 他的客群医疗界占不到一层 这是好事 你如果都是同一个客群 就有跳脱同温层 对对对 那杨医师我想要问你就是说 你在书里面说 其实你对于植牙的规划 可能跟妈妈想的不太一样 那你怎么用成为自由人 或是相关的观念 去跟家人沟通 我妈是一个很现实的人 我在不同的访谈 只是用不同语言重复叙述这件事啊 他就是要跨你的行李 他觉得说好你今天没看买 你就收拾就要回到来 就这么简单 那如果说我今天没有固定的收入 然后讲的满口都是理想人意道德 转个头就是说妈妈十块 那我就再见了嘛 所以我在过程中其实比较辛苦 就是我要怎么帮自己找出路 那我花很多时间跟金钱 去学怎么看财报 我们看财报当然不可能跟会计师比 可是你以平均来说 你台湾随便挑一个会计师 然后再挑我 我们两个PK 我们去选股 然后譬如说三年后 可能我赚到钱的机会会比一般的会计师还要大 我大概有到这个水准了 那有没有到这个水准 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账户的钱有没有变多 那我就用账户的钱 说服这个比较四块的家母 然后他被金钱说服了说 哎呦 原来你这个人没看财也有赞到相准 他本来就是怀疗你的没钱 对 但是你用另外的逻辑 就是说服他说我会有钱 对 我还是很想问 我再问一个 就是为什么你会是 明明是医师 但为什么你会变成 比方说去教这种简报 或是presentation 就是为什么大家会发现你这个才能 因为我如果掉到我身上的某一个机会 我会把他把握住 台北市立图书馆 到现在都还有每月一书的这个活动 然后这个每月一书 通常就是作者或是说翻译者 他上去讲 然后谁会来听呢 就自由来去 要来客家 要吹冷气 比较认真的学生 当然也有 通常我那时候去搜集的资讯 一场大概是40个听众 但是他场地是可以 做200多人以上 那那时候 原神集团有一本书 叫跟着TED学表达 让世界记住你 然后他们就辗转传到我这边说 想要邀我去主持 那个月的 每月一书的活动 那我判断说 这个机会 如果我学别人这样 实在是 没拆一个机会 然后我就找十几位讲者 每个人上台三分钟 然后我再找十几个朋友当助教 结果当天 有超过 大概是250人到300人 这种规模的听众来参与 而且有80个人写心得 是 那邀请我的出版社 我因为对这个活动 我很有把握 所以我写信邀他们说 你们一定要来见证现场 那其中一位就是 图文并茂的 及时做图文报导 回传社内 当天简志中社长直接说 签杨师范两本书 结果就是这两本 不是 不是喔 他签了那两本 那两个主题 我就气坑了 那个时候简社长想要请我写 跟presentation有关的书 或者是那时候 跟环岛演讲比较有关的书 那我认为那个已经结束了 那个变成是 对我个人是有点冷犯热潮 看不硬术 对所以我就把它变成是非业的极端话这样解释一下而已 因为我觉得我们要对得起读者 所以当初我觉得我 八十几篇心得在网路这样流传 被一些管顾公司看见 他认为那你来教presentation绝对没问题 是喔原来是这样 那我再往前推喔 就是那为什么人家要找你去说书 就是比方说原神为什么找你 对那找我之前 我已经完成了两百多场的 这个所谓的永和反而公民与我思辨做抉择 那有一些比较热情的参与者 他们有写会后心得 那有一些主办单位 他也在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人的饭局间 就会去传播我做的事情 当然也有人会讲我坏话 因为被我听到说 那个杨诗棒讲话 只有老人会笑 年轻人都笑不出来 不会我会笑 所以我是老人 结果呢 他因为听过我演讲的人太多了 有一个人听到他就反问他说 那你有没有去听过 结果那个人就说 我没有听过我也是听来的 那这个人就骂他 他就说我在年轻人的场合 他是老少贤女 所以就是 我觉得这就是累积啦 当然有些因为种种的心态 他可能眼红啊 怎么样啊 他内心可能有一块叫做 为什么你红我不红 不平衡 然后就造谣 这个我也都遇过啦 你就尽快不怪嘛 因为这些人对我不重要 这些人对我没有影响力 他又不是经理人杂志 好 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有比杨医师更大的影响力 接下来 其实这也是我个人的好奇 因为我们其实认识杨医师的时候 杨医师已经推荐非常多的书 然后写过非常多的推荐序 其实我认识杨思邦这三个字 真的是在很多书上面的推荐人 因为我有时候也会写推荐序 然后每次看投资厂推荐的 几乎 只要我有推荐的就有杨思邦医师 你就会知道杨思邦医师推荐的非常多的书 但是我只是想说 我们爬树一下 这个历程是怎么走过来的 那我也想说 其实刚刚大家这样听下来 应该可以感受到 其实杨医师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绝对 我想百分之百的付出 或是百分之百的认真的准备 是基本功 其实绝对都是超越的 那我想说我要带来 接下来就是要带到这本书 就是这本书 其实我坦白说 我第一次听到要有一个人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书名很怪 我想说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就很 就是后来我去看了之后 你就会 你看完书你就觉得 这个书名取得很好 所以我想说是不是请 杨医师在里面有讲到 就是说其实要有一个人 这个书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故事 可能就是是不是买脚踏车的那个故事 对 可不可以请杨医师跟我们分享 我觉得他真的蛮酷 他准备了 他在应该相对年轻的时候 就准备了一百万 要去发挥一个个人的影响力 我想说请杨医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个故事 好 那如果你是马英九的支持者的话 请你宽心一点 因为我们现在谈历史 不是谈当下政治人物 就是2010年的时候 那个moment总统是马英九 那国会呢 亲近国民党的席次大于76% 那我认为这个国会就严重失衡 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就是 这76%假设是真实民意 那国民党深得民心的话 我也无话可说 那问题那个时候好几个选区 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都是会选 然后到二审也是定验 然后被判截职 该选区又重新补选 2010年很多民进党籍的立法委员很辛苦 他骑脚踏车参与补选 然后把会选的这些家族的再派出来的成员 或是说其他的国民党籍的立委把他打败 然后所以那些脚踏车 民进党就决定把他拿出来拍卖 拍卖要在年底的五都市长的选举 也有比较充裕的经费 那我追了几个新闻稿 他们想要这些铁码一台卖5万到10万块 那有12台要卖 我就判断说这是一个愚蠢的决定 12台卖5万才60万 12台卖10万120万 就算被你卖完12台卖100万 你这个叫毫无气势可言 那我并不是要责怪他们任何人 我觉得他们被吓破胆了 吓破到自己不知道自己应该可以跟国民党是去抗衡的 那我只有complain这些事情变成我也没有意义 台湾就很多这种只会complain 要有一个人去买第一台 价格或穿高 后面价格就会漂亮 太多这种的人嘛 那我把它变成说 要有一个人那就是我 不然我不要说 那我可以怎么做呢 我就看一下我的存折 那时候大概三本刷一刷 有超过100万一些 对我个人钱再赚就有了 可是那个时候我想要尽一己之力 做一点扭转跟改变 我就打算用100万去喊第一台 那我在我家里的时候 我就是在客厅 我就说 要有一个人去买第一台 那我爸就说 那就是你 不然你不要说 大概原始的故事是这样 然后我就把我大妹带着一起坐高铁 我还去看我当天高铁发文 只有三个站 所以我们也是从三个站出发到 今天发的有快要2000 但是是讲一些又其他的故事 有时候不见得能这样相比 总之我跟我大妹到现场 我们两个就去做第一排 因为我们真的就是要来买 所以我就第一台被我买到 我喊到55万 我其实是在等现场 有没有人喊60 然后我再65 我看书里面还有说 有的人 因为杨医师 有一段时间之前 所以看起来一定比现在更年轻 有的人说 这个孩子是来做什么 对 那喊的人这个人 我今年还有帮他助选 喊的这个人就是赖昆诚 是 因为他是林医民医师的好朋友 林医师有跟我说 看能帮他什么 你去帮他 所以我有自己自费 这次去台东 自己坐飞机过去帮他助讲 他的募款餐会 那第一台55万买到 我大妹就说买到可以回家了 我说还有45你继续喊 所以第二台也是被我们买走 第二台是38万 所以就是55加38 就花了93万 结果当天我也去新闻简报 12台最后卖的615万 所以表示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只可惜是我那时候朋友不够多 不然就找一个跟他讲好 就是你就喊到99了 反正我会100 那当天最后ending 一定不只是615 这就锚定效应嘛 所以那个时候 在主持民进党拍卖这些人 根本连锚定效应都不懂 就一群傻瓜 你一群傻瓜 你只有爱台湾 你怎么跟另外一个党抗和 那我们讲他傻瓜 不是真的嘲笑他 是觉得这样很可惜 那时候那个场合 几乎全台湾所有民进党籍的县市长 全部都到了 没有地方去了 没有舞台嘛 是 所以大家就看这个地方 就差一个人 那结果是一个非党员 然后又远从中部北上的 有时候改变历史 就是一些不重要的小人物 三个站的 是 而且跟政党也非亲非故 其实就是一个想法 一个念头 然后真的要有一个人 去做那件事 是 所以我想这个也是 杨医师在出这本书的时候 一个蛮重要的 起心动念 其实台湾在各个角落 因为有那一个人开始做了某一件事情 然后他改变了台湾社会的很多事情 我想因为杨医师是医师背景 我想说是不是 在这一本书里面 其实提到了很多医生的故事 那其实 我其实在看杨医师的书 我们在采访大纲里面 因为杨医师的书 比方说人生录影里面 他虽然讲了28本书 但是你仔细看 就是他在讲每一本书的时候 其实又旁征薄影 非常多他的书 所以我们的同事列了一个采访大纲说 杨医师你既然读这么多书 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三本 你觉得最重要的书 杨医师说这样不负责任 他给我们介绍了300本书 那我在 其实我在爬出他的资料 读他的资料的时候 我也看见 其实杨医师的涉猎很广 其实包括台湾的政治领域 或者是台湾的很多过去的历史 那我其实觉得 台湾的医师这一块 杨医师有很多的涉猎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 在这一本书里面 这个要有一个人 这些医师在关键时刻 做某一些关键的事 这次为什么 挑了这几位医生 然后他们大概带给我们 可能我们可以再从他们身上 因为有这样一个人 我们还可以学到什么 我有一些朋友是从事 表演艺术工作 或者是金主 他们通常都要北中南 三个城市都会挑场地去表演 现在大家意见都很一致 大家都最喜欢 魏武营 那这个魏武营公园 七十几公顷的土地 过去是属于军方的 分别坐落在高雄县市 高雄县市当时还是不同党籍的县市首长 当时高雄县市民进党籍的于成岳英 高雄市是吴敦义市长 于成县长跟吴市长还有军方 他们对土地的利用都各持不同看法 是曾贵海医师 他一个一个说服 跨党派跨县市的说服 到最后整合所有人的意见 都认为七十几公顷的这块土地 应该要留一个高雄之肺 高雄之肺是我称呼啦 那刚好曾贵海医师又是雄强科医师 当然你看好病人的肺部疾病 我觉得也很了不起 可是谁能留一个城市之肺给高雄 只有一个曾贵海 所以曾贵海占要有一个人二十二篇 要占一篇的分量 其实很多我住魏武营附近 有一些朋友他们跟我说 我就在这附近长大 我根本不知道魏武营公园怎么来的 我也不认识曾贵海是谁 谢谢你写这一篇 我觉得这个才是人 你如果觉得什么东西应该是天上掉下来的 那哪有这种好事 对其实我在读魏武营这个故事 还有曾贵海医师故事 我确实也是这样 就是说其实因为当时的政策 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想法 那我们可以 就是说你想象一个一块空出来的地 他可以做这个用途 他可以做那个用途 他就必须有一个人去坚持 做这件事情 而且这个坚持他历史很长 他并不是说我今天发出一个声音 没有人支持 那我就退缩 我想你就可以知道 这件事情他必须反复的被生争 所以不是只有要有一个人而已 而且这个人还要够坚持 对 其实在要有一个人这个书里面 就提到很多这种很感人的故事 那我还有一个好奇就是 要有一个人里面 你们想象第一个人会是谁 对不对 我们猜想读者还没读这个书 我读的时候 我其实是蛮意外的 但是我读了人生 我在读人生录影 我就想说也不太意外 这个第一个人叫做巴菲特 我们是不是请杨医师跟我们分享 为什么要有一个人 第一个会介绍的是巴菲特 我会把第一个跟第二个摆在一起看 就是巴菲特跟蒙格其实是一组的 甚至说有点互补的 那蒙格跟巴菲特 他们有很多很好的观念 包括他们其实是很习服的人 有些人批评说因为他家事好 所以怎么样怎么样 这种批评其实是不健康的啦 因为家事比巴菲特更好的人 却发挥比他更大成就 捐赠给社会更多人 其实是很少见的 那巴菲特他很多好的观念 我会以巴菲特或蒙格的标准 回头来看台湾在运作的一些单位 譬如我认为 这个杜聪明基金会 其实他就很巴菲特 他很蒙格 其实我们所知道很多基金会 每年都要募款 尤其是岁末 岁末就要办募款餐会 一张餐券可能3000块5000块10000块 因为什么还缺几百万 其实我从20出头税会关心这些活动 参与这些活动 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我觉得你们自己都快要断催了 那你们能帮多少人 然后你们甚至叫staff 还要勒紧裤带 因为我们要帮助别人 所以我们自己要先勒紧裤带 那这样是一个 无法长期正面循环的做法 我就在想 有没有可能有一个基金会 就不用跟人家募款 他就automatically run 他还可以帮助别人 这个我认为是可行的 那其实杜聪明基金会就是这样 他每年发出去的奖学金 一年比一年更多 他甚至会增设奖学金的名目 让更多人得奖 杜聪明奖学金从民国43年 发到现在还在发 那我是很委婉的问这个 杜聪明基金会现在的董事长 杜武清博士说 好像没有基金会比你们发更久 他说这个还要再问 他很谦虚啦 那我大概查很少 所谓说他的得奖名目 在扩张的原因是 最早他只有发给台大医科 毕业第一名 那后来呢 扩展到高一 然后这个北一国防 慢慢增加嘛 大概全台湾医科毕业生 第一名毕业 都可以领到五万块的杜聪明奖学金 可是后来继续扩张 你要学系第一名毕业也可以得 因为杜聪明先生本来就很对 药学研究是他的主战场 他也很重视中医 所以学士后中医系第一名毕业 现在可以领 学士后西医第一名毕业也可以领 所以我看到越发越多嘛 我就会找源头说 你是钱太多找理由要发出去 他还会捐给别的基金会 像他曾经捐给某一个基金会 一捐那一年就捐33万 所以他还可以撑别的基金会撑起来 因为杜先生在很民国60年左右 在他的回忆录有写这一段 他当初把基金会可动用资金 并不是只放定存 他去买台泥跟张银 不卖 不卖有什么好处 50年下来 60年下来 现金配息 股票鼓励 股价上涨 光这三点这样雪球滚下去 那还得了 所以我根本不用看别人脸色 我每年光 你台泥当然有时候配少一点 有时候配多一点 那我基本上用这个贝斯 我用配少的时候来发奖学金 多配的我们就当 先不要把钱急着用完 当一个活水 光这边配出来基本的现金股息 我就可以做我过去承诺要对社会做的事情 那我鼓励身边每一个朋友都要有这种思维 你够强你才有办法帮强者 你们强强联手才能帮社会做更多事情 其实以前台湾有几波景气上上下下 好几次景气往下的时候就有一些人喊说 什么什么要救 那也有一些人喊说该倒的就让他倒 这句话当然讲出来很残忍啦 可是也许我们市面上台面上基金会 也许有10%真的倒的社会会比较好 因为他们这样run法是有问题的 那我们要去向run的比较顺的基金会看齐 其实我在看 要有一个人前面在谈巴菲特跟查理萌格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杨医师的书之所以会 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说 其实是不是就是一个书的书界而已 就是大概把 现在大家可能对于巴菲特初步的理解 就是说他就是比方说长期投资 价值投资 可能我们很快就抓一两个这样的观念 或是大家什么 大家贪婪的时候你要害怕 我们大概就会 金句 对信口说出这些 但是我觉得读杨医师对这两个 他们真的是好搭档 那蒙格很遗憾刚刚过世 本来我本来是杨医师出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蒙格本来要满一百岁 2024年的1月1号他会满一百岁 但是在之前就不幸过世 但是我觉得杨医师在拆解这两个人 他刚刚杨医师一月六月有提到 巴菲特说我太幸运了 他说因为我爸爸妈妈对我很好 让我念很好的学校 所以我一路都是蒙到受到眷顾的人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种心情 而不是说我就是天生特别厉害 我天中一名 那我觉得在解读蒙格也很特别 就是说其实蒙格就是一个 也是可能杨医师也有点类似 读很多书 然后读书是最大的快乐 也是最大的报酬 所以我在想 还想要带到杨医师在 我可以补充一下巴菲特那一段 我把它变一个打油师 生对地点好时机 从小得到好东西 父母聪明难攀比 家里谈话很有趣 但是财产不给你 想要有钱靠自己 这个我有写在书中 有有有 因为我是鼓励大家你读完书 要变成自己的东西 然后把它牢牢记住 这样才算有读书 那巴菲特那本书 还有一个小故事很有意思 就有一次他祖父叫他铲血 他就带他的朋友Fesco 两个人去铲血 就铲了五小时 手都伸不直 不知道怎么跟祖父所知 那祖父一看说 这种铲血这种事情 谁都做得来 一缴钱给你们好像太少 一块又太多 好像就给一块两个去分这样 那巴菲特从这件事就学到 做任何事情 谈好条件再做很重要 那我就把这件事内化成自己的一部分 因为我过去太慈悲 有一些演讲开的条件 其实模模糊糊的 我就答应太快 像有一个 我们台中县市后来合并 有一个是在旧台中县的地方 他本来答应我说 有车马费 结果我讲完之后他跟我说 因为县市合并了 所以不算没有车马费 那当然我们不会计较车马费 可是被他这样讲感觉又很差 你一辈子不想要再跟他联络 因为他没带你想嘛 没有把你当作朋友 所以我后来就把这个演讲的条件 越定越延 某上市金控公司 我已经讲完了 就表示这是一个愉快的合作 他就跟我包了快要两百本书 然后再加一个小时 五位数到六位数的重点 我当然讲的轻松愉快 我这样才能自己可以 捐别的金融费捐更多钱 我不用掏我的老本去捐 我就很快乐 那当然学校没有这种预算 所以学校我就想说 巴菲特教我这一招 我要怎么活用 我就找到一个新闻报导 曾经有一个学校 全校师生写了451张卡片 寄给这个政治人物 然后请这个政治人物 去他们学校演讲 这个政治人物办过辩论比赛 我拿冠军 我拿最佳辩识 最佳语言实用 我们那一队是冠军 我就想说 那我要收452张卡片 因为你都收451张嘛 你办了比赛我有得冠军嘛 所以以后学校找我 452张我就会去讲 不收车马费 不收讲师费 但是452张 你们自己要先去 看经理人的专访 写600字新的 写卡片 这样不叫艺术 所以我们不一定是 自己看很重的 可是你不能说 啊杨医师你好我们全校学生 听讲秩序很不好 也不保证几个人来听 如果来的那个场子 一切都很不好 他就告诉你对不起对不起 那我时间何必花在这种 可能要跟我对不起的人 我要花给做好准备的人 这样双方合作才愉快 是 其实刚刚杨医师在讲 那个巴菲特小时候 去产那个血的故事 我的脑筋里面 因为刚刚杨医师说 巴菲特的启示 是要先议定好条件嘛 然后杨医师在讲的时候 我就想说 我真的就是要谈说 他每次要去学校演讲的时候 他就是去跟人家议定好条件 我跟他心有灵犀 但是我 我想要再 先针对这个议定条件这件事 因为其实你有时候是去到高中 然后你跟他们议定的条件 就是说 你们要去先看我TED的演讲 甚至你们要先把我的书看完 然后甚至你们还要先教读书心得 我要收到多少的读书心得 然后我才会到你们学校 然后如果我收到多少心得 我就可以相对应的 再捐给你们多少书 或是 这是一个善的循环 但是这个起心动力很好 但是我有时候 我在看的时候 其实我是蛮感动 因为最终 其实都有时候是几十篇几百篇 可是好像会跟我们一般认知 会有点落差 觉得现在小朋友不读书 如果学校老师说 你教一个读书心得 才可以来听人讲 我就不要去就好了 但是杨医师是不是在现场 看到很多 其实这还是蛮感动 大家其实还是很乐于阅读 并不是我们想象中 好像大家不太喜欢阅读 我有做一个安排 那个是在二林高中 图书馆主任陈文祥 写讯息要约我 他8月写的 我跟他敲一个12月的演讲 我没有马上答应他 我就压缩演讲前一个月 如果你收到30篇心得 我人会到 你收到60篇 我就不收你讲诗费 我鼓励他多收到心得 心得怎么来 你去读 詹庆琳名人书房70几分钟的 这个影片你把它看完 或者你读完人生录影 然后写600字心得 但是一个陌生讲者 何德何能可以如此凌虐学生 这不合理嘛 所以每一位写600字的人 我都送他一本 作家签名书 不是我的书 我为了避嫌 就是不送自己的书 那最后收了47份 那我就当作收到60份 所以我没有跟他们收费 我还自己买了 我印象中买了50本 作家签名书 我直接跟有路出版社买 是 然后那个 他们里面的 这个staff就帮我联系了 7个 比较常去 有路跟徐悔之 泡茶的作者 变成说他们去买两个很快 这才找一包买的嘛 有时候你签名还要等说 那个成品网路 有没有人买签名书 看半天53本还是53本 这样对作者来说 也是压力很大 也很凄凉 那这些1000万就是有人要买走 那个叫施燕儒 燕儒效率很好 他在那个礼拜 礼拜一跟他 我跟他开口 礼拜四书都寄出来了 所以那个学生 每一个人写640心得 是获得一本作家签名书 有一些人是拿到蔡思平的 那时候他还没有当局长 他如果当局长 我反而不想送他的 我觉得这样有点在巴结他 我也会尽可能避险 是是是 所以其实我觉得 我在看杨医师的书 这个要有一个人里面 我觉得这个每一个人 他们其实 我觉得对人生跟工作 都有很多的启发 其实刚刚杨医师要讲 他讲到的 这每一个人 有的有写在书里面 大部分都写在书里面 但是我们还可以看见 在完成很多事情的 很多的环节里面 真的都要 每一个人 其实都把自己的工作 岗位做得很好 而且愿意再多做一点 我觉得杨医师可能 他是透过这22个人 告诉我们说 其实有很多人 他在他的人生 很重要的事 很多的时刻 做了很重要的事 但是我觉得应该 我们把它扩散 应该是说 在我们人生 在你工作的 每一个时刻 其实都要很努力的 去做好 自己当下该做的事 那这个循环 其实是会越扩越大的 我当初 我对那些学生的要求 其实不止心得 还要问我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不能在 名人俗反回答过 也不能在人生录影出现过 你这个条件真的很严欸 然后我记得学生47个问题 我的演讲内容 就是回答这47个问题 而且我是一张投影片说 黄威农问了我什么问题 下一张就是我的回答 然后黄威农 我要点他起来 来威农给大家看一下 我就附送一下这个题目 我会误解你的题目 通常每个人被点到 其实超兴奋的 因为你一个班会被重视的 还是少数那几个人 特别会运动成绩特别好 大多数人可能没有 那么常被老师关注 可是那一天 我有发现 每个人被我点到 我觉得都有那种 15秒的明星的快感 然后但是我跟他们互动 我是很尊重每一个人 我不会说看你好像比较漂亮 还是在你们班受怀疑 我就对你好一点 没有 我对每个人都一样尊重 结果会后 最感动的是老师 每个老师都跟我说 我好像没有像你这样 就是没有丢下任何一个人 是 那我看到老师这样回应 我也吓一跳 我想说我没那么违带 我就这一天而已 你们是每天要面对 所以你们的关注力 集中在少数人 要特别要求一些行为需要校正 或是说特别鼓励一些表现特别好 这也是合情合理 那我就是一日过客 所以我觉得这过于了 过于了我都会退掉 过于放在我们身上我们压力很大 那那天其实一结束 我是包车去的 我马上从彰化离开二林 我连尿尿都要尿快一点 因为会来不及 我还要赶高铁从彰化直接赶到 我要去内湖 那内湖那天是那个孩子的秘密基地 的聚会 那是年度餐会 我还要带礼物去送给那边的小朋友 那个是有解智中先生 还有那个吴念真导演 他们发动 我觉得台湾有好几个孩子的秘密基地 那就是照顾家里比较缺资源的小朋友 让他们有克服的资源 我还带了 我记得我带了二十几本书 然后让内湖那个秘密基地 每一个小朋友都有一本书 嗯 杨医师我想要说就是在 人生录影还有要有一个人 其实除了我们透过阅读认识很多重要的人 或在生活裡面认识很多重要的人 然后中间其实两本书里面都提到了很多对你有很多影响深刻的书哦 那你自己对于阅读这件事 因为杨医师是前准备给我的那个 他拟答里面其实也有提到 就是说其实你的阅读的启蒙 其实反而是看了汪笨胡先生的书 我觉得那个故事很有意思 就以前都觉得好像会去坐牢的人都是拍人后来觉得未必 对因为那时候有票据法 所以你咬不过来你就是要去坐牢要去蹲嘛 那汪笨胡先生他是在牢里面写他过去的建文 是 那我觉得他的文字里面的人物的对话 特别让我有感 他那里面人物的对话很多都是台语 然后有押韵的 我就发现这个人也是押韵控 所以你也是 应该是我被他影响 所以他主持这个台湾新生户外开讲的时候 那时候一般人只有10秒钟可以讲话 然后我就想说我只要写押韵的 他一定想要停下去 我是没有那个功力背30秒的出来 所以当年他在台中光复国小那边 我背了20秒的这个妻子亚 所以他就听完他听到傻掉 他还说这年轻人的歌语卡到我看了 因为雷花黏米没头脑 雷花和那个纯翠红也黏米没头脑 他就很忘情的这样称赞我 然后他其实也有想要请我上节目 他有开口 那我婉拒他 我婉拒得很痛苦 因为他的节目录影时间 当时是我学校 人到就及格的课 人不到就当掉明年再来 那我如果跟我父母说 我先跟你说 我为了奔奔 我要延兵一年 我一定被赶出去 因为这太疯狂了 这个成本就太高了 所以我们还是会务实的 衡量一下当时自己 可不可以做这样的事 其实真的很推荐大家去看 要有一个人里面有很多 杨医师自己 他用台语写的诗 然后他甚至他在跟每一个人的互动 他会针对这个人所做的事 然后他的贡献也好 或者是他产生影响力的点 然后针对这个 他里面有台语的 他也有写英文的 然后他有时候要去 有时候那个 如果那个人那个诗是 他是用粤语念的 杨医师会特别去 有广东话版本 对他会特别去学广东话 QR Code可以上 对 还有曾经写过一个西班 念过一个西班牙 念过西班牙文 对 所以你台语为什么那么好 刻意练习 因为我大概是听了 1989 90那个时候 那时候有一个出版社很有名 叫社会大学有声出版社 那个吕学海先生 是 那吕学海先生的有声书出版品 我买了很多 包括康宁祥啊 陈定南啊 李鸿喜教授 甚至连财松林我都有 那我买了 我就特别喜欢听 李鸿喜教授的演讲 那一开始其实听不太懂 大概只有听 很少 不到1%吧 我就听第二次啊 再笨的人听第二次 也可以领略2%啊 那我就这样听了 我不夸张 大概听了150次啊 听到磁带断掉 还好当时敦煌书局 一模一样有在卖 所以我是买了两次 其实李鸿喜教授的录音带 我前后真的买好几次啊 有时候是自己弄丢 然后再买这样 就反复听 然后每次多听懂一点啊 我也不用特别做笔记啦 就脑中你就校正说 知道这个在讲什么 譬如说我第一次听到他讲一句 他说三夹 能够手 哪有头像 又讲超快的 我根本不晓得你讲这什么鬼 就都是地名啦 我有听懂 就是火车会经过的 三峡音歌 这种 树林 土城 土城 我有听懂 好 我最后想要请杨医师跟我们分享 就是说 因为其实你透过阅读 带给别人很多 也带给自己很多 所以就是说 你自己 接下来是要以 推广阅读是最重要的人生的工作之一呢 还是说你自己觉得阅读带给你最大的帮助是什么 对 带给我最大的帮助 我觉得可能就是 就是我们看一些那种人物传记 他们会讲说 到底什么带给他们内心喜乐跟平静 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财富多少 那我们也不能说谈遣俗气 其实就是要一定以上 但是不用到非常多非常多 你有1亿跟你有10亿 100亿 1000亿 我觉得你有到1亿的话 你不太需要去羡慕 10亿 100亿 1000亿的人 他没必要吃较多 是 你海蛋一汤是 1个人可以吃吗 你1000亿的人也是吃这样而已 要多高级 可是你内心平静喜乐 从何而来 从跟你的至亲的亲人 或是很好的朋友的深度的往来交情而来 所以对我来说 我其实与其要自己又要写很多书 或是推很多活动 不如去推我身边一些能讲的人出来讲 所以我其实这一两年 有刻意的做这样的准备 像我的独友会 甚至我上个礼拜到高雄 教会的演讲 我都带朋友去 我把这个舞台share10分钟 给我朋友去讲 然后我知道人要娶不娶女儿 我不能给他拗免费的 我就跟他说 我会买你200本书 是 你也买用promote嘛 你也有版税收入 是 人家一听人家当然喜欢 也尊敬我尊重我 你如果什么都要给他拗免费 这次让我拜托一下 你久了你就没朋友了 是 结果教会也非常喜欢他的演讲 甚至有一些听众想说 哎呦 这个这么会讲 接下来那个怎么讲 我反而会窃喜 我不会觉得说 你们怎么称赞我朋友 还没有准备要称赞我 当越多人都越有能量 有胆势 有热情 要做好这些事情的时候 才是我乐见的 我上礼拜其实是找去 跟228有关的演讲 那我不去诉诸悲情 但是我讲历史 我等于是 让大家有勇气 那有责任感 去面对不同阶段的历史 那我讲了 我反而我也获得能量的补给 我会有一个画面 就是 也许十几年后 某一天 就是说228前夕的周末 有一百个教会 都有演讲 然后那天的演讲 都是三四十岁的人 上去讲 都讲不同主题 讲不同的主角 讲不同的当年勇敢的人 而且都讲得很好 就不用说 大家都要来自由广场 还是来哪里 要看人多的地方 才有活动 就是各地 繁花盛开这样 是 其实刚刚大家听 杨一世的分享 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其实在透过阅读 有时候你 比方说 你自己一个人 在脸书 做了很多的文章的推荐 这是一个人可以做的事 但是 我觉得杨一世 现在他们在做的事 我觉得他在这个书里面 也介绍了非常多 像有绿角 有五蛋如 有卢健章 也很推荐大家 去看萧美琴那个章节 又是杨一世那种 要有一个人 去做某一件事情的 那个冲劲 我觉得就是说 现在我们应该是 串联 有影响力的人 再把这个联谊效应 扩得更大 那我想 刚才杨一世 透过很多的例子说明 就是其实 我们现在可能会 有一种固定的偏见 或者是刻板印象 觉得说 现在的小朋友 不喜欢读书了 或者是阅读 是一种视为的 但是其实 我觉得是 要有一个人 带着一群人 然后我们可以让阅读 再带给我们人生 更多的体会 今天很谢谢杨一世的分享 感觉 可以跟杨一世聊很多 感觉 唱点有的时候 本来感觉要再录一集 是是是 希望有机会 可以再跟杨一世聊更多 因为杨一世认识很多人 然后他一定可以讲出更多 有一个人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我们也期待将来 大家都可以成为那个人 在自己的生活周遭 发挥关键的影响力 谢谢杨一世 谢谢新总编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